創校60多年的四维高中 首次对外开放 举办了四维放活力 创意园移会计运动会的活动 除了吸引了许多重量级的校友 回娘家之外 也让外界和家长们 能够感受到同学的热情 以及他们的学习成果 60多个摊位一致排开 小园内几抱满满人潮 舞台上除了花房部 正义战绩队带来的精彩表演 同学们也拿出18般舞异 在台上紧格热舞 场面超热闹 创校60多年来 四维高中首次对外开放 举办四维放活力 创意园移会计运动会 在15号盛大登场 除了吸引到许多重量级校友 回娘家 也让外界与家长们 都能感受到同学的热情 与学习成果 今天是非常欢迎 也非常荣幸 有各位共襄盛举 来参加我们这个四维创校 一甲子以来第一次 也是呼应这个疫情解封后 我们扩大这个对外开放的 这个园游会 那今天呢 同时也算是这个校奴返校日 今天很感动的是 我们有看到像我们的卫市长 华联市的大教授卫市长 我们的这个韩议员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到场的这个校友们 充分体现了四维就是一个有感情 最温暖的一个大家庭 这是我们四维高中最校时上一个很关键的一天 是我们四维高中 首度全面开箱 办理园游会跟运动会 那邀请我们所有的杰出的校友 还有社会人士跟国中端的所有的师生 力领我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四维多元的一个文化 操场上除了同学们卖力的挥洒汗水 角逐大队接力的优异成绩 学校也安排了趣味竞赛 让师生们都留下一段浪漫回忆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